常见到有些人脸上会出现痘痘 严重一点的状况则会形成疤痕 就是所谓的痘疤 究竟痘疤是怎么形成的 民众不可不知 痘疤呢顾名思义嘛 它一定是痘痘的一个发炎性反应 留下来的一个后遗症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一个皮肤的解剖构造 可以看到说其实一个毛囊 它是很深的埋在我们的皮层里面的 所以一旦它要是发炎 如果是小发炎 轻折它可能就是会在皮肤比较深层的地方 它可能会形成一些泛红的痘印 或者是形成一些咖啡色棕色的色素沉淀 可是万一它的发炎反应要是非常的剧烈 然后范围很大的话 有可能在这边形成一大泡的浓泡的话 创伤范围太大超过人体的修复极限 这有可能这个地方最后会被疤痕组织给取代 取代掉之后 通常就会形成所谓的萎缩性的疤痕 在小部分的地方像是鼻头 然后甚至像是我们的脸的轮廓线 双下巴的地方 有可能会形成所谓的肥后性的疤痕 天眼神 还有新闻主炎 祝导 制装 英贵 你们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